海神小五究竟有多强? 拖起海神修罗神,大家肯定会想到唐三。 其实小五也拥有海神神装和海神八异,你敢相信吗? 那么海神现在下的小五究竟有多强呢? 能发挥出海神唐三的几成力量吗? 相信看过斗罗原著的朋友们都知道, 神界是不允许魂兽成神的, 但是成为一级神之后, 可以去神界带上自己的妻子和家人。 修罗神早就想到了这一点, 于是便将修罗魔剑注入小五体内, 让小五主动变成修罗神的剑鞘, 帮助唐三平时收纳修罗魔剑, 这才有了唐三与小五的双神共存。 这样唐三便可以将小五视为自己的武器, 将小五带到神界, 也正是因为这恐怖的双神共存, 小五也拥有了变成海神, 手持海神三差地的机会。 而当唐三切换成修罗神形态的时候, 由于修罗神力量太过庞大, 小五则会帮助唐三分担海神神力, 也就是暂代海神一职, 称为海神小五。 不过小五因为自己是剑鞘的原因, 是永远无法继承修罗神位。 所以当唐三切换到海神身份时, 小五就只能是个普通的魂兽而已, 神界也默许了小五这个特殊的存在。 毕竟唐三在神界无以高权重, 谁也不敢惹修罗神发怒。 小五帮助唐三分担神位之后, 小五也可以短暂拥有神王级的力量, 可谓是神界的大杰大。 在唐三离开神界委员会议时, 小五就曾调用海神的力量, 手持三叉戟, 与三位一级神奇大战而不落下风。 只可惜海神小五在神界很少出手, 基本都是唐三在处理事务, 不知动漫能否将小五的海神神装做出来呢? 好了,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, 喜欢豆罗大陆的朋友们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, 我们下期再见。